《心经》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读过 也都画得相当识识 但我们从头讲起 就会讲出它中间很多很多的 十几米、十几米、六的东西 都要讲一点的 但我们主要都是讲《心经》的思想 所谓的《空》的哲台 先讲讲《经》来讲 大家看看电视 我将基督教和佛教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基督教 基督教是主张一神的 佛教是主张无神的 基督教的经文主要是《圣经》新约第二十七卷 佛教的基本的经文就是《大藏经》有几千卷? 六千卷 六千卷 基督教的经书是《九》也不俩 佛教的经书是《圣经》横跨了数百年 基督教的论说 就是讲的内容是比较统一 佛教论说是比较迟 主要是说佛经是很多的 他的大藏经其实是有三部分 一个经一个轮 这三部分加上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经自己本身有几千经 所以很多很多人不学的经 但是基督教当然是说耶稣之后 只有一个新药,这就是圣经 《大藏经》是1997年最新版本 为什么最新版本呢? 因为他经常加一些东西 例如敦罗出了很多新的佛经 他又加进去 所以一直这样做很多佛经的练义 是否有个机构统筹加这个东西? 我觉得没有 是有些有心的人 好吗? 一亿多字,所以很厉害 我们又看这些多佛教典籍 因为佛教本身有很多宗派 这些多佛教典籍 这些多佛教典籍 主要是这几个宗 就叫佛社宗 唯色宗 禅宗 禅宗 大家很熟 天台宗大家都很熟 花园宗也很熟 墨宗也很熟 淨土宗也都相当熟 那他们的根经就是这些经 即是每一宗的经都不同 即是它着重的经 那些经本身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佛教是一个很自由的教派 那些宗教是可以用不同的大师 不同的创始日 是会做出不同的思想的体系 那比大家熟悉的就是禅宗 禅宗就是《金刚经》和《观药经》 天台宗就是《妙法莲花经》 《花园》 《花园宗》就是《花园经》 《蜜宗》就是《大悦经》和《金刚经》 《淨土宗》就是《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 所以在中国来说 淨土宗和禅宗是比较多些人的信 那这些坚图就是当然供仪前的人 是四百多些人 那这个《观药经》呢 这个《观药经》呢 这个《观药》呢 就正式的人 就叫做《波药经》 当然这个因为它是泛民 这些《五十诗》 那我们就买一个什么字了 就是《观药经》 那《观药经》呢 是《成经》于什么前呢 呢 《宗原》前一世纪至到《宗原》的三世纪 陆续成经日 即不是一个使用的形成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经》 还有另外一本《金刚经》浓缩了《班约经》很多短的经文 《心经》当然是最短的经,《金刚经》也是很长的 《陈宗》第六祖慧拿禅诗听了《金刚经》所以误读《金刚经》 就误得很缺识,或者是专业达达达达 《陈宗》有人读一次《心经》 有声音,有声音 哇,抗美人版本 我现场听他唱歌 唱歌《心经》 他现在是这样做 歌唱歌《心经》 我谢谢 之后 那个歌唱《心经》 我还请不要误识 回来 歌唱《心经》 道一切苦难 舍利子 色不宜空 空不宜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也浮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上 不生不灭 不救不值 不针不胆 是乎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未舍身意 无色声响未触发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达灭道 无智悦未得 亦无所得 布提撒多 意般也波罗密多 故 心无挂外 无挂外 故 无有恐懒 远离听到梦想 究竟灭魂 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世大神咒 世大明咒 世无上咒 世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神不虚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雪咒约 咖啡咖啡 无论咖啡 无论咖啡 普迪苏哈 有听